好 夏天是花蓮旅游的旺季 而花东纵谷管理处进行了 鲤鱼潭西侧步道的拓宽工程 将人行步道从1.5米宽 拓宽到3米的宽度 提供双向的自行车道与行人步道 并且也将水舞观赏的平台进行了改善 让游客在夏天观赏水舞表演的时候 有更安全完善舒适的空间 夏天的到来游客来到花蓮 一定会到花蓮旅游潭观赏水舞的演出 而花东纵谷管理处正在进行 弹西步道的景观平台整修工程 目前已接近完工阶段 将原本1.5米宽的步道改成3米宽 双向友善自行车道 并且将水舞观景区的步道平顺之后 让步道更无障碍化 更安全 让伸张者更容易进到步道里 水舞景观平台跟这个相关服务设施的改善工程 那这个工程的内容呢 它主要是针对原来的这个步道 只有1米5左右 那我们把它拓宽 也一样拓宽到3米 让它也成为这个友善的自行车道 它是双向的 那让游客使用来会比较便利 那水舞台的部分的话 它把原来的这个木头的这个座椅 把它做一个重新的改善 让游客在使用上会更舒服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也让无障碍者 它可以有一个观赏的一个平台之外 那也让无障碍者可以透过这个步道的这个顺品之后 让它产生一个无通用化 让无障碍者它可以很轻易的 进到这个舞台的第一排 花洞地区唯一的水舞表演空间 提供了游客舒适的观赏区 并且让伸障者可以轻易的进入 水舞主舞台观赏区第一排 有更安全舒适的欣赏空间 而一般游客的座椅也进行了改善 让游客在使用上更舒适 花洞中午管理处不断提升 旅潭风景特定区的服务设施 增加了游客旅游的意愿 金泽林杰 收风箱采访报道